我们常说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英文字母是一种表音文字 这仿佛是一种二元对立 但是从文字的演变历史来看 事情并没有这么冷淡无聊 说起来是非常久远的事情 英文字母最古老的直系祖先 诞生于新时期时代的古埃及 尼罗河两岸的先民 从公元前四千年起 就在陶器上描绘图案 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就发展成一种用于宗教祭祀的时刻碑文 称为圣书体 现存最早的案例保存在公元前 三十一世纪的纳尔迈调色版上 就是人物周围那些小图案 很多人因此把它们叫做象形文字 圣书体对今天的欧洲人来说很难理解 但在中国人眼中会非常亲切 他也用象形指示 会以形声假接等方法构造符号 比如埃及人把天狼星看作一个名叫索普代特的女神 它的名字就是一个形声字 其中包括三个片旁 左边的三角形本来是个会议字 表示锋利 读音接近Sobot 在这里用作声旁 万元是个象形字 表示面包 读音接字T 也用作声旁 五角星是个象形字 表示星辰 用作行旁 表示这是一个天神 古埃及对于青铜时代的地中海 正于隋唐对于古典时代的东亚 是最强劲的文化输出中心 就像汉字发展为日语假名 圣书体在青铜时代晚期 也被地中海东岸的迦南闪米特人简化改造 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 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字母文字 其中又以铁器时代早期的 菲尼基字母最极大成 是文字发展的关键节点 从圣书体到菲尼基字母 这种变化其实非常简单 圣书体像汉字一样 形声字占了极大一部分 加南闪米特人不但秀才十字认半边 甚至在书写时也只图简单不写行旁 久而久之就筛选出了22个通用声旁 足以表示自己语言里的所有发音 比如房子读作Best 那就用它记录所有发音类似的词汇 菲尼基字母在此基础上简化了笔画 使学习和书写都变得更加简单了 菲尼基人不但改造出了一套好用的字母文字 而且以非凡的贸易才能建造了一个环地中海的商业帝国 将这种文字向西传给了希腊人 由此诞生了希腊字母 罗马人又将希腊字母改造成拉丁字母 而拉丁字母直到18世纪末都是欧洲人唯一的学术用语 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沿用它记录自己的语言 然而从乔首到莎士比亚 从米尔顿到狄更斯 从雪莱到基茨 他们恐怕都不会记得那22个字母 有这样一些几乎可爱的原始含义 最后 菲尼基字母不仅向西传播 发展出了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 同时也向东传播出了亚拉姆字母 这种文字又发展出犹太字母 阿拉伯字母 泛语字母 藏语字母 太语字母 蒙语字母 种种亚洲的拼音文字 总的来说 当今世界所有正在流通的文字 除了汉字和汉字发展来的日语假名 都是菲尼西字母的后代 也就最终源自古埃及那些奇妙的圣书体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